唐僧遇到的第一个妖怪怎么样了 原来他不是一般的倒霉啊 西游记原著第99回 观音检查取经团队灾难部的时候 发现最前面几男是这样的 金蝉遭贬第一男 出胎几杀第二男 满月抛江第三男 寻亲报冤第四男 出城冯虎第五男 落坑折从第六男 双叉岭上第七男 两届山头第八男 虽然怎么看 怎么都像是凑数 不过 凑数是凑数 我觉得 记录的还是挺详实的 挺符合唐僧所遇到的事情的 我们可以发现 唐僧还没有出大唐 还没有出南占布州 就已经遇到妖怪了 遇到了谁呢 他们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呢 西游记第十二回 唐僧于贞观十三年农历九月 深秋时节带着两个随从 骑着一匹上等的皇家白马 开始去取经 于西游记第十三回 来到了拱州城 在拱州城的寺庙住了几天 验过通关文碟出了边关 就开始沿着两界山继续赶路 很快就要离开大唐 进入犀牛鹤州的地界了 但是很不幸 唐僧三人加白马 踩进妖怪布置的陷阱里了 唐僧遇到的妖怪叫银将军 是一只老虎鲸 手下也有一百个左右的小妖了 他们如狼似虎的把唐僧三人捆了 正要活吃 正在这时 戏剧性的变化来了 银将军的洞府里 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这两个不速之客 分别是黑熊精叫熊山军 为何我要说是不速之客呢 因为银将军并没有请他俩来吃唐僧肉 而小妖通报 银将军他俩来了 他俩没等小妖通报的话音落下 这二位就直接闯进洞里来了 而我们再看银将军怎么表态的 只见他慌忙奔出迎接 并且要把今天刚刚捕获的唐僧三人献上 熊山军说 拾其耳 留其一眼 所以他们三人和一众小妖 在唐僧面前表演了一出生吃人肉 把唐僧给吓晕了过去 从以上的情节来看 这个熊山军和特楚氏 在妖界是地位很高的人物 以至于银将军都不得不慌忙迎接 我们再看熊山军啥模样 熊豪多胆量 轻见夯身躯 涉水为兄弟 跑林逞怒威 向来伏吉梦 金独鹿英姿 绿树能攀折 知寒善欲使 准灵危险处 故此好山军 而我们看 后闻偷了唐僧袈裟的黑熊精 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丸子铁盔火七光 乌金铠甲亮辉煌 造罗袍罩风都秀 黑绿丝涛袍碎长 手执黑鹰腔一杆 足踏乌皮靴一双 眼晃金睛如撤垫 正是山中黑风亡 仔细对比熊山军和黑熊精 两者长得不是一般的像啊 那么两者是同一人不 我觉得是 黑熊精四处交友 还很有文化 情商还很高 还把自己的洞府打理得 像个神仙居住的洞府 怎么看熊山军和黑熊军 就是同一人 而且黑熊精前前后后 不抓唐僧 只偷唐僧的袈裟 甚至被观音降服的时候 都没有见到过唐僧 加上能和孙悟空 在兵器上打个平手 足以见其在妖界的地位不一般 银将军对他低三下四的没问题 而我们再看野牛精特处事 他长得错额双脚冠 端肃耸肩背 幸福轻衣稳 提步多持智 宗鸣副作骨 袁浩母称牛字 能为田者公 阴明特处事 合着 这野牛喜欢耕田 以自己自足的小农生活啊 像不像牛魔王 反正如同以上的描述 我是万岁狐王的话 也会把女儿许配给特处事 因为人家会持家 会过日子啊 而且 牛魔王在妖界 那不是一般的出名 那是相当出名 所以银将军对他的态度 也特别低贱 而且从红孩儿的描述中 牛魔王吃人是吃 但偶尔吃吃 吃唐僧的随从 怎么看都像是偶尔吃吃 唐白不是说了吗 特处事平时除了耕田 就是四处交友 巧的是 无论是铁扇公主的手下 还是玉面公主的手下 对耕田 那是相当的重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黑熊精被收服 还是牛魔王被收服 最后 唐僧都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两个 我还有个证据 西游记第61回 就是唐僧取经之前 就是贞观13年夏天 牛魔王还正好去拜访过 沙僧和猪八戒 而沙僧和猪八戒 刚刚好在牛魔王拜访他们之前 就被观音给度化了 还有观音对猪八戒说的那一句 是有五谷 皆能济机 和牛魔王 特处事的田者公 有何其相似呢 所以啊 雄山君就是黑熊精 特处事就是牛魔王 而这两位在妖界是朋友遍布 在仙界 和比较低级的 像山神土地一样的小仙 也是关系不错的 所以我根据援助的精神 脑补了一个对于仙界人士 绝对不能说的故事 观音促成取经之后 山神土地城隍就得到了观音的任务卡 开始跟随着唐僧的步伐 直到把唐僧送出大唐 到了谁的地界 就谁来监测 在长安 长安的城隍馆 出了长安 土地馆 到了拱州 拱州城隍馆 出了拱州 在两界山 则两界山的山神土地馆 而这个时候 取经路上保护唐僧的三个徒弟还没出现 四只公草 五方接地 六甲六丁 十八位护叫加兰还没有出现 他们是在收小白龙的时候出现的 山神 土地 城隍谁都不想唐僧出事 可偏偏唐僧还是出事了 他被一个意料之外的 法力不是很高的妖王银将军给抓了 去找观音已经来不及了 两界山的山神土地倒是想去降妖 但是由于南瞻部州 承平日久 很久没有妖怪 所以 他并不像火焰山土地那样有阴兵 从临近的山神土地处搬救兵 人家可以给你向观音传信 但救唐僧不是他这个区域的本职工作 正在这时 两界山山神土地想了个别的办法 其中一个人 赶紧去找要去拜访小白龙的牛魔王 和正在东边拜访朋友的黑熊精 让他们去救唐僧 他们去了 银将军的小妖全部被牛魔王和黑熊精消灭了 银将军也被打出了内伤 侥幸逃跑 可能被刘伯钦杀死了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